9月14日,日本的厚生勞動省宣布 他們100歲以上的人口,連續51年都在增加 從1963年開始,日本每年都會做人瑞普查 在1970年的時候 全日本只有310名超過100歲的人瑞 但此後每年都在增加 1981年突破1000人,1998年突破1萬 到今年,日本已經有高達8.6萬名百歲的人瑞 其中有88%都是女性 有研究認為,日本人之所以特別的長壽 可能是因為日本料理,常用海藻、海鮮、豆類等食材 而烹調的方式,也以蒸、煮、少、糖為主 目前全日本同時,也是全世界最長壽的人瑞 是118歲的老奶奶田中家子 2019年,她正式成為監視世界紀錄保持人 而平安度過這兩年疫情的她 今年初過生日的時候,還說 要以120歲為目標,繼續健康活下去 家子的老奶奶表示,自己長壽的秘訣 就是下黑白期、算數學、喝碳酸飲料、吃巧克力 Gczep Gczep